三塞向青年農民任議會 12號在三塞的台灣優格調區會完台會 共同討論未來發展 而且也要請到中華官青龍總會秘書中施委 好來分享新農業的技術 解決農業省工的問題 為了鼓勵小人人等來家鄉做餐 三塞農會做一三塞青龍任議會 目前總共24名新聞 獨到每年固定調區任界會完台會 討論連議會發展方向和目標 也沒有定期基盤是確定 提醒青龍朋友的農業地績 我們都會舒服讓他們來旁聽或收購 我們也是都會讓他們來旁聽 盡量讓他們來旁聽 那些泡泡媽媽他們想聽的就讓他們一起來聽 因為家裡的年輕人也會替他們提供工 來做這個很好的 現在用價值來補產、政產、農業等等 對這部的保護、對人體的保護也都有 我們也是都陶陶一直扶著 讓這個作產變成不是很辛苦的工具 利用這個機器可以輕鬆 我發現農業自動化的部分蠻少的 那我自己曾經也實際使用過一些 目前傳統的農業機械 那我發現說那個還是太操勞了 所以我後來去接觸到無人機 那無人機我發現它可以去噴灑農藥 那噴灑農藥可以降低人的接觸農藥的風險 跟它可以降低那個人力使用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現在人口結構老年化的關係 所以我們運用這種科技來提升農藥精準化 跟農藥的使用可以降低 甚至說我們可以解決一些人力缺工的問題 由林豬總幹事表示 近期農委會統計資料 臺灣農民的平均年齡超過60歲 林口農化 跟最少人人到達的議員經濟 是現在農業健康最主要的問題 為了讓農業能夠影響發展下去 開始引進科技來協助農經工作 希望透過更多的分享 來推動台形新農業的發展 多磚化新聞也方無 順利採訪報道